我叫做眼方 我是85后 我来自香港 现在来从事画廊行业 因为我们香港人上学的时候 这边算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会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继续上高三 或者是直接出来工作 或者是出国留学 就等等的这样 然后我是在父母的熏陶之下 建议让我去学习这个美术的事 考虑了一下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对比了一下 其他同学出国的那种经历 我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适合我 所以我就想说 北京蛮有意思 所以我就过来了 我前两天还跟那个香港朋友聊天 我其实挺喜欢北京 我报到那一天 我能感觉到就是 老师不是很了解 应该怎么去对待我这样的一个身份 所以 那同学还好 因为都是差不多同龄的人 因为那个时候香港人很少 所以大家还都蛮新鲜的 所以就很多人都很愿意跟我聊天 这样子 我也在这里想过 我当时的作品是发在这个位置 其实我很少回来 但是回来的话还是会有感情的 毕竟待了那么多年嘛 因为我上了研究生之后 我自己就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可能策划这个东西比较适合我 所以我就开始做策划这个展览的事情 其实我做画廊的最开始 最根本原初的那种想法就是要给艺术家做一个平台 他也会画画 所以沟通厂完全没有问题 已经是第二次合作 对我的创作方向也更明确了一点 我很感激 因为我第一个特展是在他那个做的 对我白说是一种我信心上的支持和认可吧 香港的销售市场会比这个边要理想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都是相对的 我觉得香港的租金什么所有的费用也更高 就是你也没有办法遮掩掉这个东西 像我这个场地这样子可能大概算是 对香港来讲有500尺左右 就一年怎么也得个四十来晚 而且是在工厂大厦不是在中环里 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的香港的一些年轻人 还是会对内地有一些看法 但是我觉得还是得亲自自己去来感受一下 才能知道 他融合下年轻人的一些可能突发奇想 大家会觉得说很多的一些在香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边好像是可以出出可能性的 就是起码来讲比较好一点 起码来讲比较好一点 感觉可以通常 давай 距离